大家早上好 我叫张天阳 来自华为云 同时也是Quisa项目的mentowner 首先Quisa是第一次 在CNCF的Lighting Talk上面做展示 那么先让我介绍一下什么是Quisa Quisa它是一个专注于 底层的容器运行室的一个项目 它可以提供多种的Soundbox实现 所谓的Soundbox就是一个沙箱 用户可以在沙箱里面去创建容器 所以它是一个沙箱管理的一个容器运行室 那么北上的话 它支持像肯腾蒂 和以色列这种高阶的容器引擎 然后南向的话 它可以去创建像MicroWim运行的 AP kernel运行的 Web summit运行的 还有基于Linux Nipspace和SickGroof 实现的一个运行室 让我们首先来回顾Quisa在发布到现在的一个时间线 首先在03年之前就是2022年年底的时候 Quisa还是基于一个内部复化的一个状态 然后在2023年的4月份 我们第一次在欧洲的一个库博康大会上 宣布了Quisa的一个正式开源 那个时候我们当时是支持像Cloud Hyperweiser 拥有这种轻量级虚拟机的容器 还有Wasmage这种基于Web assembly运行室的一种刹像容器 还有用户态内核 像Quark容器这种的刹像容器 2023年10月份的时候 我们发布了0.2的版本 当时是支持了Wasmtime 也是这种Web assembly运行室的一个容器 去年12月的时候 Quisa正式成为CNCF的一个Sandbox项目 同月也发布了0.4版本 这个时候我们把现在大家比较熟悉的 基于Namespace的CGroove这种ROMC的普通容器 给放到Quisa的生态里面了 然后就在今年的8月份 我们Quisa1.0版本正式发布 在1.0特性里面 我们做的最大的一个变化 就是Quisa是作为CNCF的Sandbox API里面的第一个实现者 CNCF在去年的1.7版本里面 发布了Sandbox API的特性 但是当时是一个阿尔法的一个状态 然后在将来到来的肯特地2.0版本里面 这个Sandbox API将趋于稳定 Quisa也是和肯特地有社区开展了合作 首先去实现Sandbox API 用Sandbox API去管理这个沙箱的 这里我们在第三天有一个 我的同事冯少宝 还有大夫拉的蔡薇 一起有一个联合的演讲 关于Sandbox API的 我这里就剧透了 然后第二个特点呢 就是Quisa1.0现在支持LAMO这种大模型 它实际上是和WarsomAge做了一个 生态上面做了一个合作 专把用WarsomAge这一块 他们做了LAMOAge这种 基于代言模型的一个项目 然后Quisa和WarsomAge一起 又能把像大模型 还有WebSumle一起融入到KVS的生态里 关于这一点呢 我在周五的时候 也是后天有一个早上一个Kinos 也是用点去讲 我们如何去做的这么一个 LAMO的一个基层 大家到时候也可以期待一下 然后我这里也就不多剧透了 然后第三点呢 就是我们对于我们主打的 VM和商量容器做了一些 特性上面的增强 比如说支持这种共享的容器的 PIDNEMPSPIT 我们去掉了POS容器 在一块上 也是今年把共享NEMPSPIT的特性 做了出来 然后以及安全容器里面的一些 容器的OM时间的上报 然后还有包括容器 容器虚极里面的OS的内核参数的配置 还有IPv6的一个支持 最后还有同步 Guest和Host同步路由规则的时候 也多了一个Flag 好 以上就是我所有的 今天LatinTalk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Github 以及我们的Quisa Slack社区 另外在周三的时候也有两场演讲 期待着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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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